香港著名影星沈殿霞 还有个名字叫肥肥 要问为啥沈殿霞一直受不下来 除了天生爱胖的基因 跟沈殿霞抱引抱食补无关系 沈殿霞曾因疼尿病 肝胆疾病入院 被诊断为严重脂肪肝 但随肝硬化 病情稳定出院后 沈殿霞也控制不住自己澎湃的食欲 直到再次因为肝昏迷入院 没想到脂肪肝跟肝癌也能扯上关系 是的 脂肪肝大家都认为 它是一种生活好了 一种标志 我得脂肪肝我光荣 脂肪肝根本不是病 这是很多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因为脂肪肝它确实是可以进一步的发展成 脂肪性肝炎 肝纤维化 肝硬化 甚至是发展成肝癌 因为刚才在我们讲肝炎的时候 我提到了一句这样的话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 我说的是在血制品管控很严格之前 以及在乙肝疫苗广泛接种之前 乙肝它是最大的一个肝病的病因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的血制品管理的非常尴尬了 对 疫苗也是出生的孩子就开始打了 所以说乙肝饼肝 这些病毒性肝炎 现在我们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 肝病率正在呈现一个逐年明显下降的趋势 那么取而代之的其实就是脂肪肝 它已经成为了我国乃至全球的第一大慢性肝病 因为它影响的就是肝功能 对这个意思 那么在过二三十年之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脂肪肝逐渐逐渐发展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的肝癌肝硬化 它的病因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脂肪肝 来自于肝太肥了 直播间里好多有脂肪肝的朋友就说了 以前真没把它当没事 现在这么看是真不行了 但是大伙我想问呢 如果有脂肪肝了 我触碰到脂肪肝肉观念死了 应该怎么办呢 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就做一件事 咱们就可以远离肝癌的呢 当然是可以的 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改善生活方式 非常简单 管住嘴 迈开腿 六个字说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有点困难 需要自律 BuzzFeed 订阅 捕